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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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Mok Sir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熱和氣體的單元 在這個單元中 我們會看的內容包括 什麼是能量 能量是怎樣由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 一塊東西吸了能量之後 它的溫度會怎樣變化 或者一個物體是怎樣在固體、液體和氣體之間互相轉換 還有氣體有什麼特性等等等等 蛤 為什麼科學家會有興趣研究這些東西呢 第一個原因當然就是 科學家對自然世界發生的所有事情都非常好奇 而第二個原因就是 人類想製造機器來代替自己工作 蛤 我不是亂說的 在1781年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瓦特的人 就做了一部機器 那部東西叫做蒸氣機 這部機器透過燒煤 就把水煲滾變成水蒸氣 水蒸氣再推動一些活塞 活塞再推動一些齒輪和其他部件 最後就會有一個輪子轉 而這個轉的輪子 就可以用來推動各種大型機器 這個發明對當時來說是很大件事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未有蒸氣機之前 如果你想推動一些大型機器 要麼你就要住在河邊 讓河水來幫你推動水車 要麼你就要養幾隻馬 讓馬來幫你拉動一些機器 但是有了蒸氣機之後 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無論你在世界什麼地方 只要你有煤 你就可以建立一間工廠等機器幫你做事了 這樣就促成了工業革命 機器變得普及 其中一個重要的影響 就是有大量新的自動化技術湧現 例如 以前織布是要靠人手 逐條逐條線織上去 現在我們有織布機可以自動幫你搞定 出來效果快靚正 這樣就可以很容易大量生產紡織品 以前大部分都是木造的 如果有金屬的話 多數都是傷在木上面的零件 因為要將金屬造成你想要的形狀 是非常之困難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用機器的話 煉鋼、打磨和打洞這些工序 都變得可以很容易地大規模進行 現在甚至我們用鐵 將一整條橋造出來 都不是一件難事了 以前如果你要去很遠的地方的話 你一定會找一些動物幫你 例如你可能會找一隻馬 或者找一隻爐 但是現在我們有蒸氣機 就可以製造火車了 就算我要送一千個人橫跨一個國家 都完全不成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蒸氣機是令到我們的世界 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就算去到今天 無論你自己開車也好 或者我們有發電廠也好 裡面透過燃燒一些東西 來推動機器的核心技術 跟雅特的蒸氣機 仍然是一模一樣的 說的是什麼技術呢 就是把燃燒所發出的熱 轉換成推動機器的工的技術 所以燃燒的能量怎樣傳入水裡 水怎樣變成水蒸氣呢 水蒸氣怎樣推動活塞呢 我每天要燒多少煤才夠呢 我怎樣才可以用最少的煤做到最多的事呢 如果我們不懂得計算這些數 我們也不會有辦法去處理社會面前的能源問題了 不過當然我們學熱和氣體 都不完全是為了製造蒸氣機的 舉個例子來說 當你想煎一塊牛扒才算吧 怎樣才可以令到它外面孔孔的 而裡面生生的呢 又或者冬天很冷 怎樣才可以幫我們補暖呢 這些都是熱和氣體的應用範圍來的 好啦我希望我這樣講完之後 你會有興趣進入這個課題裡面 而在正式進入這個課題之前 我也想留下一些問題給大家思考的 由工業革命到現在已經過了二百多年了 燒煤來推動機器幫我們做事呢 我們已經為這件事付出了一些代價的了 一方面 從社會的角度去看 自動化的工業呢 其實是會造成一定的失業問題的 而另一方面 從環境的角度去看 過度開採和使用化石燃料呢 已經對我們的生態和氣候造成了嚴重破壞的了 而且過度生產 也都為我們的環境製造了很多垃圾 去到最後從個人的角度看 其實過度依賴機器呢 都會令人變得懶散 因為這樣就退步的 所以我們都要想 把所有工作交給機器 是不是真的最好呢 有些什麼是可以給機器做 而有些什麼是應該由人類自己做的呢 或者 把工作交給機器做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原則 是我們應該要遵守的呢 這些都是我希望你去思想的問題 我經常都說 知識是中性的 它本身是沒有好和壞之分的 但是當你得到知識之後 怎樣去運用呢 就有好和壞之分了 所以 當你學會了這些知識之後 我是希望你會負責任去運用的 好了 那介紹就到這裡了 下一段影片我們就正式進入熱和氣體這個課題了 到時見 拜拜